大家好,我是刚哥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喝酒能不能延长湿江 喝酒能不能延长湿江这个问题要具体的分析 一般的情况下,少量的喝酒是有可能对延长湿江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通过这个酒精的麻醉作用可以降低局部的敏感性 这样就会让湿江有所延长 当时大量的喝酒的话,就不能够延长湿江了 因为大量的饮酒,外周的血管,从血进入局部的有效工学量就会减少 一般就不能够完成正常的生活 并且还容易导致发生功能障碍的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不要依靠喝酒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法是锻量一下自身的身体的体能 和改变生活的饮食习惯 这几个方面来帮助恢复自己的功能 今天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觉得有帮助的话,请给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下次见